五十多岁赵先生总是长时间地坐在麻将馆里打麻将 对身体的细微变化并不十分留意 最近他发现自己腿脚刺痛 有时走路时甚至还会突然感到脚步不稳 赵先生以为这只是近日坐的时间过长所致 便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简单地调整了一下作息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愈发严重 赵先生的脚步开始肿胀 皮肤颜色也变得异常 他开始感到心慌气短 体力明显下降 这时赵先生的家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劝他去医院检查 在医院赵先生接受了各项检查 血液检查结果显示 第二具体1147微克每升 血小板438×109每量 数值均升高 这些都是血栓形成的潜在风险 超声结果提示 赵先生的下肢静脉血流明显受阻 有血栓形成的迹象 核次共振血管造影检查结果清晰地显示出 赵先生的下肢静脉中有明显的血栓堵塞 堵塞程度达到了70% 已经影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 医生告诉赵先生 血栓已经阻塞了他下肢的一些血管 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进而引发了腿脚的种种症状 在治疗的过程中 医生为他开具了抗宁药物 以阻止血栓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 医生还通过介入手术 将已经形成的血栓取出 恢复血管的通畅 一段时间后 赵先生的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 脚上的症状也慢慢消失了 血栓 简单来说 就是血液在血管中凝固形成的块状物 它可能阻塞血管 导致血流不畅 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 血栓的形成往往悄无声息 不易被察觉 学会识别身体发出的血栓预警信号 对于维护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而手脚往往就是这些信号的发出者 一 手脚若出现这四种迹象 血栓可能已悄然降临 一 手脚肿胀 当血栓在血管中形成时 它会阻碍血液的正常流动 导致血液在局部积聚 这种积聚使得血管周围的液体积聚 从而引发局部肿胀 具体来说 肿胀的程度取决于血栓的位置 大小以及个体的生理状态 例如 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通常会导致局部肿胀 因为血液不能流动 导致血管周围的液体积聚 此外 当血栓发生在脑部 如脑血栓后 支配腿和脚的自主神经功能受损 也可能导致局部血管张力异常 进而引发肿胀 这种肿胀通常不是短暂的 偶然的 而是持续性的 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重 如果患者发现自己的手脚 尤其是单侧的手脚 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肿胀 那么就需要警惕血栓的可能性了 二 手脚疼痛 栓子的形成会阻塞血管 导致血液流动受阻 进而使得手脚部位 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 这种缺血状态会引发疼痛反应 因为局部组织 在没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情况下 会产生疼痛信号传递至大脑 血栓还会对周围的神经造成压迫或损伤 从而导致手脚出现疼痛或麻木感 此外 长期的血液循环不良 还可能导致肌肉和软组织的炎症和水肿 进一步加重手脚疼痛的症状 这种疼痛往往是持续性的 表现为顿痛 胀痛或深部的疼痛感 且可能随着活动或用力而加剧 有时患者还可能感到手脚部位有抽筋或抽筋的症状 如果患者发现自己的手或脚出现疼痛 尤其是单侧 且在运动或者长时间站立后更为明显 那么就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 血栓会阻塞血管 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当血液无法正常供应到手脚等末梢部位时 就会出现血液流量减少 流速减缓的情况 这会导致手脚无法得到足够的热量供应 进而导致脾温下降 血栓还可能引起血管静磊 血管静磊是指血管壁平滑肌的异常收缩 导致血管口径变小 血流受阻 当血管静磊发生时 末梢血管的血流量进一步减少 加重手脚的冰冷感 识别这种温度改变的关键 在于注意其持续性和与常规寒冷的区别 如果是由于环境因素如气温低导致的寒冷 通常在采取措施如加一取暖 后冰冷感会迅速缓解 血栓导致的冰冷感通常不会因为简单的保暖措施而明显改善 且可能伴随其他症状 如疼痛、麻木或皮肤颜色的改变 4.皮肤颜色的变化 血液循环不畅 会使得手脚部位的皮肤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 皮肤细胞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 导致皮肤呈现出苍白或青紫的颜色 这是因为血液中的氧气和血红蛋白含量减少 使得皮肤显得苍白 而青紫色则可能是由于静脉血液回流受阻 使得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增多所致 当血栓阻塞在皮肤或黏膜下的血管时 就会导致皮肤出现淤斑、坏死等病变 甚至引发溃疡和感染 正常情况下 手脚的皮肤颜色应该是红润的 有血色 按压后也会迅速恢复至正常颜色 如果突然发现皮肤变得苍白 青紫或暗红 且持续存在 按压后颜色恢复缓慢 不随温度变化或活动量的增加而有所改善 那么就需要高度警惕可能是血栓引起的 除了上述的四种迹象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的身体信号 比如呼吸困难、胸痛、心悸等 这些可能是血栓脱落的预警信号 当发现异常情况时 不要报侥幸心理 最好及时就医检查 因为血栓发生后 在不及时处理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对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二、血栓对身体都有哪些危害性 一、心肌梗死 当冠状动脉内的血液流动受阻 栓子在此形成病堵塞血管时 心肌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心肌细胞逐渐坏死 主要表现为突然发作的剧烈 而持久的胸骨后或心前驱压榨性疼痛 休息和药物不能完全缓解 常伴有烦躁不安、出汗、恐惧或冰死感 其危害性极大 极易引发心率失常、心力衰竭等严重后果 甚至危及生命 二、中风 又称脑促重 当血栓阻塞在脑部血管时 大脑组织因趋血而受损 中风患者可能出现头痛、眩晕、呕吐、肢体瘫痪、失语等症状 严重者可出现意识障碍、昏迷甚至死亡 中风不仅给患者的身体带来巨大痛苦 还可能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 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三、肺栓色 该疾病起源于静脉血栓栓色症 当血栓脱落并随血液流动至肺部时 便会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 导致肺组织缺血坏死 常表现为突发的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卡血等症状 严重时可出现低血压、休克甚至猝死 该疾病起病急重、病情危重 需要及时诊断和治疗以免危及生命 四、血栓性静脉炎 这是指静脉血管内膜发生炎症 通常与血栓形成密切相关 这不仅会引起局部疼痛、肿胀等症状 还可能导致静脉半膜功能受损 进而引发静脉曲张等后遗症 严重者需要做手术才能缓解 且很长时间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血栓性静脉炎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还可能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色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五、肾功能损害 当血栓阻塞在肾动脉或其分支时 便会导致肾脏缺血受损 进而影响其正常功能 患者可能会出现尿量减少 水肿、高血压等症状 严重时可导致肾衰竭和尿毒症等严重后果 这表示患者需终生靠透息而活着 且极易导致感染、透息失衡综合症等并发症 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的同时还会随时危及生命 综上所述 血栓对身体的危害性不容忽视 一旦血栓不幸降临 便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和细心照料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三、血栓发生后需要注意什么? 在该疾病发生后的急性期 患者需要对患之进行制动 这意味着发生血栓的肢体需要限制活动 避免剧烈运动 以减少血栓脱落的风险 因为血栓一旦脱落 可能会随血液流动至肺部或其他重要器官 造成严重的栓色事件 患者最好卧床休息 保持安静 避免任何可能增加血栓脱落风险的行为 一、禁止按摩也是必须牢记的一点 很多人可能认为按摩能够缓解身体不适 促进血液循环 但对于该疾病患者来说 按摩却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 因为按摩时产生的外力 也有可能导致血栓松动甚至脱落 从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在急性期期间 患者及其家属都应严格禁止 对患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按摩 二、患者还需要特别注意 不要热敷患之 虽然热敷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能够缓解肌肉疲劳和疼痛 但对于血栓患者来说 热敷会促进血液流动 同样会增加血栓脱落的风险 在治疗过程中 患者应避免使用热水袋 电热毯等热敷工具 以免对病情造成不利影响 除了以上的禁忌外 患者可以选择在患之下 垫上枕头或被子 使患之高于心脏水平 这有助于减轻局部肿胀和疼痛 促进静脉血液回流 在饮食方面 患者应该保持低盐 低脂 低糖的饮食习惯 避免加重血管负担 多摄入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如蔬菜、水果等 以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便秘 同时 三高症是该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因此 有三高的患者应积极进行降压 降糖、降脂治疗 以降低血栓加重或复发的风险 最后 患者还要注意药物副作用的问题 这类疾病患者通常需要服用抗凝 溶栓药物等 这可能会导致出血倾向 轻微出血可能表现为皮肤郁斑 牙龈出血 鼻出血等 若继续服用 则可能涉及内脏 如消化道出血 泌尿系统出血 甚至可能导致脑出血 表现为呕血 便血 血尿 头痛或意识障碍等症状 因此 服药期间 一旦发现不明原因的皮肤郁斑 伤口流血不止等症状 应立即就医 综上所述 血栓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众多且复杂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到治疗的效果和患者的生命安全 经历了这次病痛 赵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身体痊愈后 他开始走出麻将馆 为自己制定了运动计划 避免疾病的再次复发 血栓并非不可预防 也并非不可治疗 关键在于我们要时刻关注身体的变化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远离疾病的困扰 享受健康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